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緣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袁醫生,我們今天又再探討一下 關於新冠病毒的問題 其實從一開始我們所知道 中國內地的時候應該大約12月 公佈出來有一個新的病毒 到現在都差不多半年的時間了 看到不斷地在全球上 其實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都採用封鎖 封關的方法去減低感染人數 不斷地在全球上散播 也使得有很多在外地留學 或者在外地居住的香港人 都紛紛馬上回到香港 因為始終覺得可能香港這邊的醫療 他們都可以跟進 但是在最近的時候也發現到 在新聞上報道 比如在加拿大、美國一些地方 已經很多人走出來做一些抗議 他們的抗議的情況就是 因為你封閉了那個關 不准出入之外 他們還要留在家中 我覺得剝奪了他們基本的自由 這樣說 但其實我們看回 其實最重要的都是因為 經濟上的大家的封鎖 完全崩潰了 為什麼人們都這麼反對封關 我知道好像在網上 你們的醫生上面 也好像有很多醫生說出了一些真相 為什麼新冠病毒這麼難控制 或者採用封關 相信也有受到 是因為1918年那次的豬流感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有關聯的時候 影響到現今的元首 政府很擔心會不會是 疫情的翻版重複 這方面原先生你們有什麼意見 新冠已經醞釀了大概半年 也都看到全球的大部分國家 都是想跟中國的方法 用全面封鎖的 他們的理念就說 你唯有靠這個方法 你才可以阻止感冒這個病毒的蔓延 或者可以拖慢患病的人數 原因就是 如果突然之間很多人出現這個問題 現時的醫療架構 是沒有辦法處理得到的 所以他們的想法也是 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封鎖 讓它沒有那麼快爆發得那麼快 甚至乎希望從此從而令到它消滅 但是你最近聽到也都看到 在那個媒體那裡 網上媒體 因為主流媒體 就不會給你這些照片看到的 我們現在大部分人可以這樣說 大部分的資訊 都是在網上的不同的個別 都不會單一方面的媒體去看到 或者像我們這類的節目 其實我們這種個人的個別的獨立的媒體節目 其實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人已經出來喊打喊勢落 我們不應該封鎖的 你們封鎖的目的 你是嚇我們 其實它背後有另外的原因 好了 其實你想一下 一般人會不會突然之間 不要命地走出來 我們要開鎖 我寧願病死也好 我都不可能接受沒有了自由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一般人都不會有這樣的膽識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多人走出來呢 是很明顯 很多人已經在網上的媒體 接受了很多很多 另外的另類的資料 可以說另外的真相是怎樣 那些資料是哪裡出來呢 其實很多都是前線的醫務人員 包括很出名的那些科學家 免疫學家 或者對這些病毒有研究這些專家 你已經可以聽到很多這方面 好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過去發生的情況 就是所謂政府官方的 美國的官方的醫療專家 Anthony Forsyte 還有Dr. Briggs 是一個女性 他們都是這樣說 這個病毒是很厲害的 傳播力很強 殺傷力很強 預計美國如果不去控制的話 會死二百多萬人 是 是 是 在2021年 剛才你也提及 其實那些人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害怕那個流感呢 其實它主要就是 我們曾經在1918年 是 在第一世界大戰發生過這個豬流感 當時死亡的人數 全球大概是 有估計五千萬 在美國都六十幾萬 美國六十幾萬 OK 美國那六十幾萬 最近呢 為什麼那些人慢慢地 開始覺得這個說法是荒謬的 也沒有發生 最重要是沒有死那麼多人 美國好像不知幾萬 六萬 最主要是很多人已經質疑 這種死亡數據是誇大 所以說二百多萬 現在就改效了 二十幾萬 現在真真正正發生了 都是好像百萬一樣 那你也看到呢 特朗普呢 已經開始這樣說呢 他說呢 我們要發發脆脆 那個開關 讓那些人可以重重回復 那個工作 因為那個經濟呢 不可以因此而崩潰的 是 那 好了 那當然呢 在特朗普的想法呢 就是經濟崩潰呢 對他那個連任那個 是會很大的障礙 那所以他呢 就說 哎 死了一部分人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 一般流感 每年都是死三萬到六萬多 一般都是這樣的 那所以呢 我們還沒讓一般人 就是感染了之後呢 那就出現了所謂群體免疫 那這個疫情就會過了 那其實英國初期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一般人呢 是不明白那個道理的人呢 就覺得 有沒有那麼離譜啊 就是要我們那些人死了 來到控制 那那些老人家要犧牲老人家 就是很多人講這些說話 他不是明白背後的真相 那結果呢 那麼英國呢 那麼英國都 後來都採取封鎖 其實很多歐洲國家都是採取封鎖的 那但是呢 當然啦 有些國家呢 譬如好像瑞典 北歐的瑞典呢 他是不採取這個封鎖的 即是他都是照樣 那些人照樣上學 那叫那些人就不要在那個 即是那個 那個社交集會 那個大家的群體那些聚會 就小心一點 那他就沒有說 那些人照樣上學 那樣的 那 那 那一般人呢 就用這個瑞典的例子呢 來比較其他國家 那發現呢 他沒有採取封鎖 他那個死亡那個人數呢 都不會說失控的 即他是多了一些 OK 是多了 譬如拿威啊 芬蘭啊 即是雙類的國家 對不對 那麼水亡人數呢 也是遠比英國 法國一點少的 那麼意大利少的 那麼當然呢 他人口是少很多 對不對 那麼結果呢 就發現呢 其實呢 他是雖然比歐洲相似的國家多了 但是呢 他是沒有說失控啊 嗯嗯 沒有說失控啊 那麼至少呢 他的本土經濟呢 是沒有因此呢 是大受打擊的 是 那麼所以很多人呢 就開始 就是說呢 其實呢 用這個全面的封鎖 那肯定呢 不可以長期做下去的 是啊 即是你長期做下去呢 你封鎖之後的造成的問題啊 那些人失業啊 家庭的家暴啊 其實已經出現了很多的了 很多發現呢 那些人困在家裡之後呢 就很多家庭的家暴呢 就出現了的 嗯 那麼這個已經證實了 那麼也有些人呢 因為失業了 情緒低落了 即是不見陽光 你都會情緒低落的了 嗯 那麼可能人自殺了又高了 那麼所以這個的計法呢 是根本沒有人去計的 OK 好了 那麼最大的問題呢 你在網上已經看到很多外國的醫生呢 就已經去檢討那個真相 他發現呢 譬如好像給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好像加州那樣 那樣 那麼他就用他的那個 用那個測試 那個比率 情緒行性的比率 那麼他大概呢 好像大概是有 那麼他就有二十幾個%是陽性的 那麼那麼如果他用那個 用這個比率的數據呢 是應用在全那個加州的人口呢 好像三二千幾萬三千萬人口呢 那麼其實呢 感染的人是很多的 是數百萬人感染的 但是死亡率呢 相應又不是那麼多的 嗯 就是說呢 感染的人很多 死亡的人相應是少 感染的人幾百萬 死亡的人是幾萬 就是幾萬 一兩萬 那麼他說如果你用這個方法來看呢 其實他的死亡率呢 跟那個一般的流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一般流感大概是0.1到0.3 就是一千個 一個到三個 那麼早期呢 中國早幾個月之前呢 就說呢 現在的死亡率大概是2% 比一般的流感是多成10倍的 那麼大問題呢 這個資料呢 是不準確的 就是當我們加起來呢 是最近在不同的地方 用了那個廣泛性的測試呢 發現很多人呢 是呈陽性的 那麼你經常都看到 有些人說呢 一千多人確診 但沒有症狀 是 一千多人確診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他已經中了招了 就是陽性的 那麼 所以用這個比例去推斷 譬如 譬如 你全個加州的人來講 譬如有二十幾個%的人是呈陽性 是才中了招的 那麼 而死亡的人數都是 一、二萬這樣 所以變成的比例上 是跟一般的流感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嗯 好了 那麼有些人會說 那不是啊 你看看意大利 是不是 意大利那個比例好像4% 比較特別高 那麼 那麼他們的解釋的話呢 他們說 原來呢 大家都知道呢 意大利的高齡的人口是很高的 比較高的 那麼所以呢 它差不多好像轉人 它們人口的好像四分一、三分一 很高的 那麼 那麼當然呢 這些一般的地方 大部分人都年紀大呢 都是多病的了 糖尿病啊 癌症啊 其實其實很多的慢性病呢 其實都很多的 就是體質是比較差的 那麼 那麼 變了呢 還有一點呢 那就是 他們發現呢 那些年紀大的人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被人呢 勸喻去打那些 每人打流感針的 嗯 但是我現在知道呢 打多了流感針的人呢 他們的種那個新冠病毒的 那個機會呢 是比沒有打針的人呢 是高36%的 那麼這個呢 美國呢 是一個軍方的一個研究 已經公佈了 已經有文獻講出來的 那麼 那就是變成呢 如果你平時沒事的人呢 就是你去打針的 打這些所謂的流感針呢 其實呢 其實呢 你患流感機會呢 是比沒有打的人 是高36%的 那麼這些老人家 當時都是 都是要打的 都是要打的 是不是 那麼就令到他們的增加機會大了 那麼還有一樣呢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說 死在那個新冠呢 在美國有醫生 就已經透露了 他第一 他在前線的醫生呢 去醫那個心冠呢 是官方有的指引 好像七葉子的指引 那一定用這樣的方法去用 不准用一些藥 就是你總之要聽得很清楚 是 那麼跟著呢 就到某程度呢 就用呼吸器 那很多的 前線的心肺科的 就是專家醫生呢 他覺得呢 這種這樣的醫療方法呢 是不正確的 嗯 OK 好了 那麼 而 但是呢 在美國呢 起碼在紐約那裡 那裡呢 死亡人數很高的地方 是 醫生是沒有權 選擇他自己認為有效的工具 他一定呢 你進去那個戰場呢 在那個前線醫院呢 就一定呢 就要用他的方法 是 雖然呢 很多的空肺科的專家主任醫生 說這些是錯誤的方法來的 但是他是沒有辦法改的 好了 那麼這個其中一樣 那麼就是說呢 他根本在前線的醫生呢 就算是西醫呢 都沒有辦法用他 西醫本身認為有效的治療工具 嗯 那麼譬如那個 最近都聽到了 那個 那個Hydrochloroquine 那這個 是70多年前 可以來治療那些藥疾的 是 那麼他發現呢 其實這個工具呢 如果加上升 是有效的 是 但是呢 Anthony Forsyte說 不准 因為這個是沒有經 雙重蠻脹的 的證實 那麼不可以用 還有呢 其中也都發現有另外一種藥呢 是有效的呢 就是那個Monsanto 總之那個藥廠呢 就將它收了 是不讓它來買 是用不了的 嗯 嗯 那麼 那麼 那個是對那些 那個自閉症的 那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時候呢 死亡率高呢 就因為醫生呢 是被迫用一些 是沒有效的方法的 嗯 還有一個原因 那麼 有個醫生透露呢 他說現在在美國呢 如果你收一個病人呢 入院呢 你如果你的診斷呢 是新冠病毒呢 政府給錢的 是 是 一萬三千元 OK 你知道美國其實沒有公營機構的 是 大部分都是私人機構的 是 即是私家保險的 那麼 所以很多人初期就說 哎呀不行了 就算我有病 我都躲在家裡 我不會出去醫了 因為呢 是會 我就是 都沒有錢給 因為就破產了 就經家黨產了 那所以 變成政府就沒有辦法了 就唯有在這些 這樣的 公共衛生的疾病呢 傳染病呢 他就會政府說 我會承擔的 嗯 好了 那麼變成你們都看到呢 為什麼那麼多人 用這種方法去診斷呢 其實 有個金錢的因素 嗯 如果你不是這樣說呢 他就拿不到那些錢了 那還有 如果你用病人 用那個人工呼吸器去醫 就 那個政府呢 醫療那裡 那個Medicare呢 就會給你三萬九千元 三倍的 嗯 那你會看到呢 就是因為 金錢的利益有關係呢 很多的醫生呢 就是個個都寫這種病 什麼都好 就是有沒有證實都好 譬如如果你說 有個病人 是長期病患者 來到之後呢 結果就病死了 嗯 那發現呢 他家裡有個小朋友呢 是 都是有 譬如情陽性 就是那個 測試是陽性 是未必他有病的 是 那他就直接說 是 其實沒有任何證實的 他是真的死在那個新冠病毒的 嗯 好了 那加上呢 因為很多人呢 是 被有 利有之下呢 採用這些 這樣的 人工呼吸器呢 而發現呢 用人工呼吸器 那些病人的死亡率 高達80幾% 是比一般是高很多的 那因為這開始的醫生發現呢 其實呢 很多人呢 是死在這些人工呼吸器那裡 那個方法是用錯了的 嗯 OK 好了 那這個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在紐約 會這麼多的病人呢 呢 就是死亡率這麼高 OK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 就是種種的資料顯示呢 其實呢 這個新冠病毒呢 其實跟普通的流感 是那個 那個 那個感染力 和那個殺傷力是差不多的 嗯 那你會不會說 因為一個普通的流感呢 要全面封鎖呢 經濟封鎖 貴班 不出得街 不可以上班呢 那你從來不會這麼做的 是的 那當然呢 也都有人質疑啦 他說你這樣去做 你說每年呢 你剛才說二百幾萬人死 結果是調整過啦 二十幾萬人死 那我就算我是二十幾萬人死 真的這麼多呢 每年死這麼多 其實每人 在美國呢 每年死是 其他病更高啦 癌症 人口成六十幾萬人死啦 那個心肺問題呀 那個心臟病呀 腦中風呀 都差不多成八十幾萬 加起來都很高的嘛 嗯 那滿年都死這麼多 那又不用這個方法 來到全球一個緊急的狀態 那當然呢 那些不是傳染病 是的 不是傳染病 不是傳染病 但事實上是 固定是滿年死這麼多人 是吧 因為你說怕人死 怕人死 就是一樣道理 都是有人死 是吧 死的人數比那個 現在你估計 接受到的二十幾萬人死氣 那個發言 是一樣的 是吧 那為什麼你又不去用一個 強力的手法去做這些事情呢 那當然他們是有事要做的 不過他們不肯去強加於市民而已 飲食方法來改變他們 給多些基本的營養素 要激逼他們常用 那當然可以減低這些死亡率 那當然他們也沒有 那從來看到呢 其實呢 很多很多的專家呢 是已經呢 是將那個 背後的那個真相揭露出來呢 令到很多人呢 都感覺到呢 其實呢 這個的方法呢 是不效的 嗯 那所以呢 他們膽敢走出來呢 就是遊行啊 抗議啊 是的 那當然呢 香港人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接觸到我們很多人 接觸的外面的網上的 那些英文的資料呢 是說出那個 背後的問題就在這裡了 好了 那也很多醫生開始發現呢 其實這個病毒呢 所產生的病呢 是不是那個非典肺炎的 嗯 初初我們都很多人都以為 這個是一種感冒 但是一部分的人呢 就會出現那個 那個肺炎 是吧 百分之八十幾個人呢 是沒事的 嗯 當然啦 現在發現呢 大部分人呢 就算所謂接觸了這些病毒呢 是沒有症狀的 嗯 OK 好了 那 那 好了 那你看到呢 那個問題呢 就是 接觸了病毒呢 或者說接觸了病毒 那一般人呢 就說 我跟大家分享過 有千多人呢 就是確診 但是沒有病症 沒有病症 但是他們一般的官方 令到一般人的理解呢 哇 那這班人是沒有象徵的喔 那這班人就在這裡 隱形散播 隱形散播 很危險很危險的 是的 但是另外一個理解呢 是不是這樣的 那就是說證實給你聽呢 很多人呢 是自己有免疫能力呢 是能夠足以抵抗的 沒錯 那所以很多方法專家已經說出來呢 根本如果那個人是沒有病症的時候呢 其實呢 他已經克服了這個病毒了 嗯 那好了 那最重要也都聽到啦 那很多的病人呢 出院那段時間呢 就是呈陽性的 年幾次都是 但是呢 出院之後 沒多久呢 又有陰性 又變成陽性 那當然有幾種解釋 一種就是呢 這個正常的 哈哈 因為亦都有人說呢 沙士期間呢 香港有一個專家 特記號出來的 沙士期間呢 百分之四十的出院病人呢 都是陽性 都是陽性的 所以不是代表它陽性呢 就等於呢 它是會傳染的 你記住這件事 OK 那所以你就這樣說呢 他們一般人呢 出院之後呢 又變成陽性 那當然呢 也都有人說呢 其實這些這樣的測試方法呢 是不準確的 嗯 那個錯誤率呢 有些成率高達百分之八十 以前我聽過的 有醫生說百分之五十 五波而已 也有百分之八十 是錯的 網上知識 傳媒主義表上 也有說 不知哪裏的歐洲的國家 又怪詐中國政府 就給些 這些很容易出現了 錯誤的測試劑 那些東西 又要求賠償 其實全世界沒有那種測試 是百分之一百的 大部分很多人用那些 慣常用的那些試驗 其實那個錯誤率 有成一般百分之二十 一定都會有的 所以呢 尤其是那個運動心電圖 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錯誤率都很高的 那頭做完運動心電圖 你沒事 那頭落多街就心臟病發 這些東西都經常出現了 所以你看到 真相就是 不是我們在主流傳媒 政府所說到的那樣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般人 將個人關閉了家 令他喪生的基本自由之外 最大的問題 整個地方 進而整個世界的經濟 是崩潰的 是崩潰 那你說 就是 那個情況 不是我們1918年 那時候的 朱流感 全家死了三千多萬人 他都有三波之下 就 持續了成十八個月 其實我們都覺得 這個這樣的 不可以前居可鑑 我們希望不要有這些 再跟他出現 但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跟那些普通流感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 好了 最重要的是 現在已經發現 很多時候 治療的手法錯 因為很多時候 由流感變成肺炎 很多時候 其實不是肺炎 那種症狀 不是一般肺炎的症狀 而是很多時候 是一種 我們叫做 急性呼吸困難的症候群 它叫做 ARD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其實就是 它的呼吸困難度 甚至乎 很多時候發現 其實它的病徵 是符合那些 缺氧 好像高山症 那樣的 所以它根本不是一個 典型的發現 只不過是身體 好像出現高山症 所以有時候 你用的醫療手法 其實是錯誤的 好了 有些專家 就覺得 其實不應該用這些 人工呼吸 反而應該用那些 所謂叫做高壓氧 是 hyperbaric oxygen 方法 hyperbaric chamber 就是一種高壓氧 來治療它 但當然 除了我們主流傳媒 經常說來講 西醫的醫療 即是沒有特效藥 但其實就算有也好 好像那個hydrocoroquin 都不讓它用 所以就是 其實的方法 其實是有的 就算西醫本身的西藥裡面 都有些藥是可以幫得到的 但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是啊 是啊 大家有沒有聽到 就是一人取笑那個特朗普 他最近在網上 就教人用幾種方法 他就說 有些人說 用紫外線可以治療 有些人用那些 用溫度高溫可以治療 有些人就喝那些漂白水可以治療 當然他深刻有人說過這件事 他以為可以用這些工具 當然他可能是 開玩笑也好 或者他真的不明白背後 有些人認為他只是發瘋 為什麼叫人這樣去喝呢 但你想想 其實為什麼會有人說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真的可以治療 真的可以治療 真的可以治療 在四十年代三十年代 以及在蘇聯聖皮特斯伯 很多醫生 早前就用紫外缸 醫非典肺炎 成功是百分之一百的 我在以前的節目 大家都分享過 我們以前都提過 William Douglas Campbell 他在一九九幾年 他去了蘇聯聖皮特斯伯 去醫院觀察 他自己寫了本書 叫做《Into the Light》 早年沒有抗生素之前 第一次在大症 那段時間 其實有很多這些光的治療 OK 用紫外光的 除了紫外光之外 其實用一種 我們叫做《Monochromatic Night》 一種純紅光 一種純紅光 都可以的 所以我們公司 以前不是介紹給大家 用手拿 對 以前就是 塞進鼻孔孔 來照血液 但其實你拿手 手 手指拿裡面的血管 其實都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這個紫外光治療 其實是真的 不過就不是他講的 通常他怎樣做呢 當時用紫外光治療 就是把血液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 視乎你的體重抽多少 然後就拿紫外光燈 照射血液 然後就引進去 這種治療 這種過程裡面 是用紫外光 把血液活化 不只是殺菌 你抽出60cc 100cc的血 身體不像 身體有幾次的 所以他不是幫你殺菌 那些血液那麼簡單 其實活化了血 射下去 這些活化的血 是幫你產生很多驚人治療的效果 OK 這個呢 我在很多年前 在溫哥話 我都學過的 都是用這些這樣的方法 例如加上臭氧 是不是 將那些血拿出來 拿臭氧來處理之後 就用回它 或者用傷水 當然那個傷水是滴住 是很輕明的 0.03% 其實很多這樣的方法 其實真的可以的 好啦 那麼 所以 特朗普說的這件事 其實背後 其實是這個原因 很多人不明白 也都沒有聽過 真的這樣做 是 以為用光療 用熱療去醫病 你的熱療醫病 大家都知道 很多醫癌的方法 尤其是德國 我參觀的那些癌症診所 都是用高溫治療的 所以我經常說 發燒很重要 是 那 好了 發燒很重要 但是最近你聽到 在中國 最近有個地方 又有些本土性的法 那個出現 政府很有趣的 他就下令了 那些藥財藥房 就不可以售賣的退消藥 嗯 那 他當時他們的原意 就說 這些 有很多人自己有事 自己拿一些有發燒 他可能有新冠的 是 但是他就 自己想辦法去處理 是 那就買些退消藥 吃一下就算了 那 政府就覺得不應該的 很危險的 你這樣 你有沒有隔離 你自己處理了 其實你可能有傳播病毒 那樣 就想辦法就說 不准買 那樣 其實呢 政府的做法 其實是好的 但好的原因 就不是他以為 是 逼你去醫院去醫 是 是 其實呢 他的好原因就是 其實呢 發燒是治病的工具 是 那你用任何的方法 去企圖退消 去企圖用那些 非類固成的消炎藥 是很多時候 會將一個 普通的感冒的病情 是比他變得嚴重的 那所以在外國 你會經常聽到 在英國 在法國 我傳到一些人 告訴他 如果你有事 醫生一定會問你的 整個病情如何如何 他就不希望你進他的診所 因為你進了診所之後 他的診所又可能被人封閉了一段時間 他通常就建議 去藥房買一些 非類固醇的消炎藥 或者退消藥 但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就危險了 因為如果你強行 避了你身體的發燒 醫病的機制 你的身體就會變得更嚴重 你的普通感冒 會變得更加嚴重 所以 叫人不要押發燒是好的 但中國做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 希望他入院醫 就沒有自己醫 但歐洲是說明 你自己回去休息 你不要出來 不要離我親所 你自己去吃這些藥 但很多時候 食生這些藥 本來很輕微的感冒 變得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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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搞到醫院去醫 再用錯誤方法 就死了 所以你要看到 那個問題 其實就在這裡 好了 現在你可以看到 很大機會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普通的感冒 但它傳醫力高 但其實你們說 在前幾段時間 在2009年 美國出現的H1N1 是吧 他說全球死了200萬人 好像我還不記得 那個都是大 全世界性的 全世界性的 都好像死了200多萬人 你看看 我們根本主流不說 普通不說 我們根本都知道 都不知道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 就開始站出來 就說 你不可以封閉我們 我們不應該 令我們創新的自由 其實不有原因 就是 其實很大機會 這個跟普通流感 沒有什麼大分別 很大機會 因為那些人死 就因為有其他的 其他的 毛病 老人家本身 已經都是 在老人院 譬如很多時候 死在老人院 三分之一的人 其實很多老人院 是等死的人 平時很多 一個成數的人 會死的 那你就全部 將它 歸咎於 新冠病毒 不是他平時死的原因 所以也有個醫生 就發現了 譬如美國 一般死在肺炎的人數 可能是二萬多 六萬 香港好像有二千多人 每人死在肺炎 突然之間 死在肺炎的人 數字就減了 少了 死在新冠病毒 就多了 其實很大機會 他根本就將 平時死在正常肺炎的人 就搬到那裡 變成 新冠病毒 那個死亡率是高了 令人害怕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走這條路 來做 來嚇我們呢 其實你已經聽到了 OK 不斷不斷 已經告訴你 譬如 加拿大總理 已經被美國佬 已經銷售了 我們今次之後 疫情之後 我們不會 好像回復以前的 正常的生活 這個病毒 一定會是我們 直到我們 找到的疫苗 全面打針 你已經看到了 亦都看到 Forsight 美國的主管 都經常這樣說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唯有等到最後 等到疫苗出現 那標基不斷地說這件事 現在發現 原來Forsight和標基 在疫苗方面 投資了很多錢 很多專利 他們都拿了 專利投資疫苗的研發 很多時候看到 其實最終最終的 背後目的是 嚇嚇嚇嚇 嚇到你的人害怕 然後令人多些感染 感染之後 令到你以為 唯一的方法 就是打針 好了 但是 在這方面的專家 是Dr. McCovey 一個女醫生 女科學家 已經發現了 過去歷史上 從來未成功過 製造了RNA這種病毒的疫苗 是從來未成功出現過的 我們早期都同樣介紹了一本書 一本日本人寫的 翻譯了中文的 叫做《藥都不能吃了嗎?》 是 那本書也講過 在日本的免疫學專家 都告訴你 疫苗針是危險的 是不應該打的 所以你聽到 其實 那個問題 就是 將疫情的數據 是誇大了 還有隱瞞了 有意無意之間 還有 始終不肯用一些有效的方法 我跟大家在很多年前 沙斯基加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全世界最驚人的豬流感 死了五千多萬人 但從來另一個事實 是很少人告訴你 當然 在美國有兩類的醫療 即是政府認可醫療 即是不同的醫院 是 當時有位醫生 Dr. McCallin 就調查了 在當時的西醫 普通西醫的醫院 和同學療法醫院裡面 比較的死亡數字 發現西醫醫院治療的 那個二萬四千宗的病人 死亡率是差不多 28.2% 而在同類療法醫院治療的 二萬六千宗的病人裡面 死亡率是好像1.05% OK 即是說 當時在全世界最厲害 最死人最多 最可怕的疫情之下 同類療法治療的成功率 是比西醫二十八倍的 好了 即是你想想 譬如現在你當你 現在那個死亡率是4% 如果用同的療法 是等於4%的二十八分之一 那你想想是不是 差不多是接近零的死亡率 OK 所以應該看到 其實整個問題 簡單來說 是因為現代的醫療的政治之下 是用一些錯誤的方法 而不肯用一些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自然醫療的方法 是對付這個疫情的 那很多時候說 為何不用呢 那你知道 現在的醫療王國 是全世界性 是統治了一般人的醫療 那個服務 所謂服務的 那如果我們今次 證實給地球人知道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藥醫 不過自然的醫療 用草藥 好像非洲的Medagasca 有位醫生 他用當地的草藥 用Nimleaf 用泡泡Live 再加上Galic Ginger 再加上檸檬和Lime 這個混合之後 零死亡率 我相信其實是 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療方法 也都是很多有效的預防方法 OK 但始終我們不肯用這個工具 目的都是嚇到我們 以為將來就可以打針 好 問題就是這樣 就算真的給你打針 你知道英國已經暗地 已經辣了新的法例 是強迫人打針的 是 那這個問題 到時你那個問題 很快會見到的了 因為這個在1966年 在美國也是曾經出現過 懷疑 豬瀝禁又重複出現 當時美國政府就說 不行不行 我們要全面打流感針 但是就開始宣傳這個方法 但結果發現 當時的藥廠是沒有人製造這些疫苗的針的 敏德的原因就是 很多藥廠知道這些疫苗針的副作用很厲害 如果用這些針打之後 萬一出現副作用的問題 他們會被人控告 美國這些情況很常出現 所以他說 我們不會中這些疫苗 美國政府怎麼辦 說就說就開了口 但是就沒有人中這個疫苗針 結果美國就說 擔保了我們會幫你 我們會處理的 結果政府拍胸口 幫你墊底的話 疫苗的藥廠就做了 做了之後沒有多久 福達總統 就在電視台示範 打針打疫苗針 果然很多人去打 結果沒有多久 很多人就出現問題了 很多死在疫苗針 出現一個叫做Garry Berry Syndrome 這些這樣的副作用 疫苗針下出現的副作用的病 是會有一半死亡率的 死了很多人 結果美國政府就賠 但是不單止賠 你發現不行 副作用那麼大 死人那麼多 還有那個所謂豬流感 根本沒有出現過 是說而已 結果是沒有出現過 當然了 立刻立停 但是美國政府當時都賠了50億 是被那些賠償的 好了 但是現在問題 好像1998幾年 美國基本上的政府 都已經說了 打針的後遺症 我們承擔的 主要就是那個 自閉症的問題 OK 自閉症是1977年 就是全面打針 審溫劑以前 我們小時候都打 間中打幾次 大過才打的 不是好像現在審溫劑 打70多種 一出生就要打 幾個月內是30多種 有些是70多種的 這些疫苗之下 其實有很多問題 在我沙斯期間 以及所謂的雞流感的時候 我都提出這一點 為什麼審溫劑突然之間 有這些流感出現呢 其實科學家已經說了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是做實驗室的研究 以及做疫苗 我們是用動物的胚胎做的 來培植這些病毒 而進行製造疫苗針 如果當時一個很常用的 就是用雞的配胎 用雞的配胎來做培植 你知道在這種環境之下 很多動物的病毒的基因 會和人其他方面混進去之後 是產生了變異 而成為可以治病的病毒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當時馬克國略 都是提出這一點 在Science Magazine 就寫了出來的 但接著他就被主流的醫學家 把牙牙蓋住 令牠坐牢 其實背後的問題就是這些 很多的疫苗針 是用動物的細胞去做培植之下 是很多時候出現這些動物的病毒 其實冠狀病毒是很普遍的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流感 都是冠狀病毒的 當然一般的雙風是Rhinovirus 是另外一種病毒 其實動物裡面很多的 狗、貓、周身 我身體也是 我身體的冠狀病毒 和病毒 和細菌的數字 是大於我們身體的細胞 在自然醫療的概念 其實我們身體的病毒細胞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 來保護我們 和幫我們做清道夫 OK 另外 即是我們要跟牠共存 我們不能夠將牠毀滅消滅 是不可能的事 OK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說 在一個交通意外的現場 你往往看到 那個火燭車 救傷車出現了 救傷車出現在 很多時候 你會誤解 每次交通意外都見到救傷車 救傷車是導致交通意外 很多時候 我們在那個 在我們的生物 人體生物病理學裡面 都很多時候 在疾病的身體裡面 很多人發現有細菌和病毒 我們的結論就是 這些細菌導致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些細菌病毒 其實是一種清道夫 當你的身體的組織 骯髒骯髒的時候 我的身體就會幫你清洗 近日在網上 也開始看到另一種說法 這個資料 有一本書叫做Invisible Rainbow 一位醫生科學家 是很多年前 是寫了出來的 他說 他發現人類的 很多的疫症 是跟我們地球的電磁場波有關的 OK 早年 你都聽到 就說 那個太陽那裡 有時候 我叫做Magnetic Storm 電磁場的風暴 是會間中出現的 這位科學家 是發現 其實很多時候 地球的疫症 是通常 這個太陽的電磁場波 的風暴是有關係的 好了 我亦都聽到 在網上 網上也有些人 傳遞一個印度的孩子 他預測下病毒 他說跟我們的星球 那個軌道 那個位置有關 這就是跟戰池場波有關 好了 根據這本書說 為什麼我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會有這些疫情出現呢 其實當時 我們開始地球上 出現了電話 和無線電話 就是Telegram 電報 變成全球有很多電線 以前沒有的 任何的電線 有電通過 就一定有電磁場的波 出現 他認為 當時是第二球 突然之間 遭遇了很多電磁波 的干擾 是會導致這些疫症 好了 當時 我們都有人研究 為什麼 這些感冒 但當時是沒有病毒的過年 1919年還沒有病毒的過年 總之有東西是會出現 是傳染的 會不會傳染 當時他曾經做過一些研究 將一些病人 和健康的志願的人 困在一個地方 以及將他的口液噴出的東西 是大家交替 感染大家的 結果發現 那些健康的志願者 是不會因此而病 是不會因此而病 而另外 他在一個馬匹 即是一樣的 將一個病的馬 就用布袋 套在他的頭上 他的口水鼻涕 並不停 然後用受了污染的布袋 套在其他健康的馬匹 亦發現病是傳染不到的 當時的結論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不是傳染病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是不是傳染病 但我們的解釋就是 其實病不病的關鍵 就不是什麼病毒出不出現 你身上 是你的免疫能力 很明顯 當時找那些人 那些志願者 當然是健康的人 他不會找病人去做這個實驗 這些健康的人 本身有強的免疫能力 那你接觸了又怎樣 接觸了又不會一定有病 等於我們現在經常說 確診而沒有症狀 其實根本大部份人 都是接觸過的 不會接觸到有病的 所以在網上 已經有些醫生 都提出這個重要的說法 其實戴口罩、洗手 其實沒什麼意思 我作為醫生 在前線工作 那時候我就會戴口罩 但我大部份在診所 我不會戴的 為什麼呢 其實根本上 我們的身體 是要不斷接觸不同的病毒 自己產生的抵抗 你不斷受這些病毒的接觸 所謂接觸到之後 你身體就懂得去調理它 反而如果你經常保護自己 不接觸這些病菌病毒 包著手 包著腳 其實免疫能力 是一路一路的跌的 所以他們預測 現在採取這些封鎖的方法 叫人不要接觸 那些病毒 困在家裡 其實是當它解封的時候 那些病情就會再出現 是 他們已經這樣說了 所以 這是我們寂寞以待 是 所以在瑞典的說法 我們是採想這件事 我們現在的死亡數字 是多於 譬如在芬蘭、納威 相似的國家 人數差不多 但是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他們這樣做法 是真正正的 讓群體 足夠接觸 病毒之下 是產生真正的群體免疫的 而反而其他國家 是這些 躲避又避 結果 就是 你不能長期封鎖 對於你好一點的時候 你封鎖 它又來了 那 他們遇殺 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會出現 瑞典那裡 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 你致怨性隔離 它們不是一個強迫性 就是勸喻你們 不要說太多 就是不要太多 但是一般的一般的場合 可能 他的死亡 或者他那些人 那些就是 比較平穩 這樣 上升 或者是 控制到的時候 慢慢就在那裡下去 其他地方 那些強迫性的控制 好像是低 低 低 但是 一開封的時候 又飆升 又降落 就好像 就有很多的波幅 正如說 第二波又來了 第三波又來了 那些事情 繼續這樣去 可能去 驚嚇到 或者是 恐嚇到那些 市民要聽 每個人就是 祈求著 哇 疫苗 先丹的出現 就可以全面 控制住 這些事情 這個說法 就跟 真的 好像之前提過 大家每個國家封關 就是 因為本身自己每個國家 那個醫療系統 醫療制度系統 其實是不可以 承擔到突然 其來 是比他們預計之中 可能高出十倍 二十倍的病人 他們控制不到 製造不到 尤其是初期的時候 所有感染的人 多數都是 可能有長期病患 老人家的時候 他們更難 變成可能 突然 好像這個地方 死亡率那麼高 每個人採取這些做法 就是阻止一下 慢慢地 希望慢慢地 來 其實去到現在 已經半年之後的事情 基本上 要做的事情 都做完了 瑞典當時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醫療的體系 應對能力足夠 所以我們不用像其他國家 就要減低病發率 拖長一點 慢慢處理 每一個月給我一百個 每一月給我一千個 因為我們足夠 當時其中的原因 他想要解釋 就是這樣 就算我們都不怕 我們有我們處理得到 結果他處理得到 是 亦都是 即是 失敗了 接著又跌回 那個Curve 跟所有其他國家 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也是這樣 突然之間來得很急 接著又跌得很厲害 接著韓國又突然之間來得很急 又跌得很厲害 接著意大利又突然很艱 又跌得很厲害 法國又 其實各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其實跟我們一般預期的Bell curve 是差不多的 即是到你足夠的群體免疫 真正出現了之後 你的病就消失 或者當然 可能這個病本身都會異變 是吧 變變之後 就沒有什麼殺傷力了 其實大部分都是應該這樣 但我經常很強調 其實正確的處理方法 就不是用這些封鎖 封鎖其實是 那個傷害是遠遠大過 去那個病情的自然的發展 當然我們強調 即是如果你能夠用一些有效的醫療方法 令到那個病的死亡率接近零 那個問題就變成沒有問題 在大高院二月份 在中國大陸有些科學顧問的朋友 都邀請我寫一個建議書 他會給人大和政協的 我建議書裡面 我都講出這個重心 平時一般的流感死亡率是0.1%0.3% 但今次非冠病毒死亡率是大約2% 即是10倍 10倍是驚人的 所以我要做些事情 但問題是 最重要的關鍵性就是死亡率高 但我就說 為何死亡率高 其實我就提出這本書 因為病情是複雜化 還有這些醫病毒的藥 副相就是肺炎 其實已經解釋完了 其實如果你用了其他方法 譬如中藥 當時在沙斯期間 中國廣州鄧鐵圖教授 醫了730宗非典肺炎 當時是零感染 零轉介零感染 零死亡和零後遺症 你根本已經知道有這些方法 為何又不用呢 為何當時又不去用呢 我說你用了這些方法就可以了 除了這些方法之後 和我療法 我就說回以前的數據 差不多是接近零死亡率的 你用這些方法 或者我用光療 UV百分之一百成功 如果死亡率接近零 這問題就變成沒有問題 而結果我知道 中國早期都是西醫當道的 主要都是用西藥的 認為中醫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沒有什麼方面 即是公共衛生 中國是中醫可能沒有這個科 全都沒有這個科 他說你都不是這個科 你不要搞了 讓我們搞 但結果中央指示 一定用中藥去醫 你可以看到疫情改變了 當時幾個方舟醫院 聽聞是百分之一百用中藥 OK 你可以看到 將死亡率減低 和感染率減低 疫情便因此而受控 但當然 這個事實 中國始終都不是很公開地表明 它只不過是 我們都用中西合璧 這樣 是 其實真正的原因 西方的醫療 還有一種 就是一種輔助式 但你知道 現在所有用的機器 人工機器的輔助 都是危險的 更壞的 好了 還有說回英國 英國查理斯王子 他感染了之後 我早就遇殺他一定沒事的 是啊 我知道 英國黃西社有同學療法 御醫在這裏 他一定是有機會用到同學療法的 果然很快地走出來 社交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 也有 有些人說 他很慘 差點死 但結果很快 他走出來了 OK 他立即好像 跟那些招呼那些記者 做一些茶 來招待他們 走出來 原來有人說 其實他是接受了 另一種方法 不過他就不方便說 不說 不過很大機會 他都是用同學療法的 對不對 我跟大家分享過 就算真的出現肺炎也好 在同學療法 Dr. Douglas Campbell 20年在Glasgow醫院裡面的經驗 他說是百分之一百的 醫療那些所謂的肺炎 所以早期的肺炎不分病毒性 或者細菌性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科技可以知道病毒的資料 有很多方法 OK 來處理 中醫已經證實了 除了中醫之外 其實很多很多坊間的方法 包括用維他命D3 維他命C 維星 Selenium 這些已經是 講完的了 但主流情媒 經常都說 這些是未經的雙重蠻漲證實 有些醫生問他 將來你用那些疫苗注射 有沒有試過得雙重蠻漲 試完之後才被人打到那些人那裡 還問你現在要立例打 你看看一定很嚴重的 因為你強行逼人打 而那些人中招而傷害或者死亡 他一定會告你的 因為我不是自願打 我自願打沒有改義 那你就簽了紙 有風險的 幫你自己承擔 不是的 立法例要打 這個全人類是政府沒有權做的 政府不能夠叫一些市民 是吃某種藥的 這個是違反基本的人權的 但是你已經看到 很多國家在暗裏做這件事 香港過去的政策方面 醫療是炒外國的 外國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來香港搞 我哥說 有些同學療法療劑 有些成分本身是有毒性的 他就來搞它 接著我們的診所 我們那個健康地位被人搞的 其實香港衛生署是看外國的 我哥做什麼他就來做什麼 但他當然 背後的政治的原因 陰謀 不是陰謀律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陰謀 是想阻擋自然醫療的發展 那為什麼要阻擋呢 因為自然醫療的工具是平靚正 是沒有辦法去專利 沒有辦法專利 當然不能夠有暴離 所以在所有的醫療 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簡單解釋就是錢 OK 逢有東西令到他可以賺錢 他就會用 所以你看現在的醫療 被推揚的醫療 從來沒有真正醫好任何病 你有什麼病都好 你吃藥用那種方法 到你死的那天 你還是有病都好 而反而那些簡簡單單的 好像米特加斯卡 這個醫生 當然在這些非洲的國家 不是那麼多錢的 哪裡可以買到這些 antiviral的西藥 他就用回他 他平時土方的草藥 結果是零死亡率 這個網上也有說 但我相信其實方法很多 有效的方法很多 所以在強調我們的做法 任何的這類問題 其實最佳的保障 是加強你自身的免疫 沒錯 OK 包括曬太陽 包括去海灘 游水 因為在大自然裡面 很多很多的細菌病毒 是有保護性的 OK 如果你去沙灘游水 走路 做捷地線 捷地氣 曬太陽 將維他命D3加強 其實這個免疫力強 病毒是侵犯 不可以令你病 可以進入你身體 在廁所盜你 其實根本這些任何感冒 空氣當然有 你不可能 但你犯法你空氣有 那些人都很無奈 都不休息 都不休息 其實身身正正 真正的有效方法 都是用營養素 已經有的了 或者用一些簡單的食療草藥 是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OK 那 就算你 就算中招都不會病 OK 如果你真的有病的時候 就用一些有效的方法 中草藥也好 同類療法也好 光療 光療香港可能沒有什麼 保不診所去做這些 其實很多國家 都有自己的討方醫療 OK 我們預測 這些情況 如果在全世界這個疫情 是繼續蔓延下去 肯定是每一個國家 有其他的醫療方法 討方方法 是印度巴基斯坦 有同類療法的 當然也不是一個主流 他有他的醫院 但也不是一個主流 所以仍然很多人死 我相信 如果我們將來 真的有機會 全面檢討 各地方的人 為何死 他用什麼方法 醫治 你一定可以看到 其實是我們的 不當治療手法 導致我們這些人死亡 要處理現在這個問題 任何所有的 傳染病也好 其實的重心 是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OK 不要有一種恐懼的心態 是來到惶惶 驚恐之中 來到生活 OK 這些人 經常用酒精洗碗洗碗 那些漂白水搞 其實很傷環境 所以結果 是不會真正解決 而且那個代價是非常非常之大 是沒有一個國家承擔得到 所以你看到特朗普現在說 不要說那麼多 復工 復工 中國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覺得 你不可能這樣做下去 是不可能叫全球人停頓 那什麼搞錯 就算我真的要你全球死了200萬人 好像H1N1 都是這樣 都死了200萬人 很多人都覺得 一般人都不會覺得 家人死了 這些病 所以 因為平時死在其他病 更多 死在癌症更多 死在心臟病更多 死在TB更多 這些病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會走這條路 很明顯 其實他想推薦疫苗 真正的目的是推薦疫苗 不是真正的 是幫助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始終都是 關於生意上 經濟利益上 疫苗 始終在藥廠那些 可能就會有專利 有製造價值 但是如果你簡單一點 每個人都去吸收太陽 曬太陽的脂外缸 維他命D3 這些東西 這是不需要付出 任何代價的錢 對於他們 在經濟圈上來說 根本完全是 不會達到任何的利益 由始至終 由頭到尾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 很多集關於 這個新冠病毒的時候 最終我們都在說 大家不需要那麼恐慌 其實這個病 雖然這個名字 或者現在這個病毒 是一個新的 但是在醫療方面 醫療方法上面 在遠於200年前的時候 其實已經一早已經有在 同類療法已經有 二百多年的歷史 中醫有二千多年的歷史 所以不是單靠我們所認識 近期的西藥西醫 才好像唯一的方法 去醫治任何的病 封關已經封了 現在看到 新聞上看到 每一個國家 已經不斷不斷在 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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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這樣說 大家開放的時候 又會有 有交流之間的時候 有可能 傳媒 或者各個政府 又會出現第二波 第三波 這些事情的時候 始終 最終的健康 都是在我們 每個人的心目中 在手裡 你自己不去做好 你自己那個 加強自己的免疫系統 無論什麼時候出現到 疫苗 對你來說 都是沒有幫助的 而且也是這樣說 根本從來 每一種疫苗 是很成功 有效地 醫治好 或者是真的可以 抵禦到 預防到 那些問題出現 可能病毒 也在不斷地變種之間 最終 都是用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 好 今天很感謝 袁醫生和我們 再一次的分享 關於新冠病毒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大家收聽 拜拜